伟创董事长林宪明穿上博士袍 或杨明娇大颁发名誉公学博士学位 包括宏基创办人施政荣都亲自出席典礼祝贺 他应该是宏基除了我以外最重要的人物 我董事长他总经理 伟创被外界视为2024年AI伺服器市场的最大赢家 日前新安场大火对产能影响受到外界瞩目 不过股价来到周四持续稳定回升 外界也关注林宪明对于AI市场观察 AI的应用一定要越多 现在刚刚开始而已 我觉得未来几年会有很多新的应用 还有新的竞争都会出来 所以我们一定在这一波里面要找对的伙伴 林宪明表示企业内部运用AI有其必要性 否则难以应付未来市场科技的改变 而企业现在面临的还有人才问题 所以人才的多元化就变成下一波我们要考虑的 台湾的人才稀缺不是只有我们 几乎所有的产业今天都有一样的困扰 所以政府一定要去思考人才多元化的管道 林宪明说台湾少紫化 但企业规模扩大 人才供应非常不足 呼吁政府要多思考人才多元化管道 新唐人雅的电视 林秀霞 曾馨明 台湾 新竹报道 林宪明 台湾 新唐人雅的电视